2.3号上午,县长许中卫、立委副宽奇还有凤林镇长萧文龙 在新建一大桥通车之前进行会刊 希望第二代建一大桥通车之后 双塔造型宛如双手和石般祈祷的新桥 可以象征着张建、邓玉英两位老师继续守护来往的行人 第一代建一大桥是在花莲西上的第一座水泥桥 在民国66年完工到现在 而第二代建英大桥即将通车总经费达4.27亿元 桥长、宽都增加包括了塔高23公尺的双塔造型及背桥 县长徐真卫、立委副宽奇、县长萧文龙 在听取施工单位的简报之后 也来到桥中央了解未来的旧桥拆除以及纪念公园的规划 所以我们在景观师在主桥桥塔的一个设计上 是以双手合十祈祷这样的造型来做一个这样的设计 那另外我们在桥头柱呢 就是以施真、吸手、渡河这样的一个造型 还有呢 因为如果你有太鲜艳的车材 以后久了就本的不好啦 我反正因为我这边的预像也是说比较普普 比较纯普的预像 你不要太偷偷太线念这样 由于西侧桥头引道旁 目前还进行旧有桥梁的拆除作业 新桥通车之后 旧有桥面将进行封闭 拆除旧有桥面并保留东侧两拱桥面 作为纪念张建、邓玉英两位老师的历史严格诉说碑闻 那大概在下周如果顺利 国家三级顺利解封 我们在下周会启动这个通车典礼 那当然非常感谢这两年来 非常多的工程单位一起来这个合作 那华丁县政府我们的建设处 也非常非常的这个用心 所以在建益大桥 我们得到了国家卓越的这个金牌奖 也还有这个施工品质金牌奖 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几倍桥 那它本身的造型是用一个比较古朴 适合我们的凤林镇 那尤其是它这个几倍的部分 它桥面的设计还有我们一个祈福 以及邓老师和这个张老师 两个这个携手牵的我们小孩过河的景象 所以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 以及这个花莲的凤林中区的一个标的性的大桥 尤其是建益桥是东部 在第一这个第一座的水泥桥 所以事隔多年 我们希望能够重建一个改建一个新的 而且更新的建益大桥 让大家的协力之下终于能够完成 而在旁边我们也保留了旧桥 旧桥然后有一些相关于建益大桥的这个 的严格会在这个整个旧桥的一个断面来呈现 然后结合我们的公园 第二代建益大桥从旧桥的480公尺延长到960公尺 路宽也从4.8公尺加到9公尺 仙桥塔两侧设置四处观景台 站在这里就能够观看花莲西上非常美丽的景致 记者林杰凤鱼镇采访宝洞